我們今天要上的是那個 就是 我們之前上過那個 Random Forester然後還有那個 Support Vector Machine 然後那個東西啊 都是 通常我們叫他第二代人工智慧 這樣子 然後今天我們要上的是神經網路 然後他的初始版 我們會先上他的初始版 那這個 他的初始版其實是在1986年 的時候出來的 那現代的那些Deep Learning的 這些技術通通都是based on 這個東西繼續的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我在 這一節課只會做很 概要性的介紹 那他的很多基礎的 數學原理我會在博士班的課 的時候提到這樣子 好我們來想一下 就是 就是 我們上一節 我們 一開始學的是決策術嘛 對不對 邏輯思惟歸接下來就是決策術 決策術比起邏輯思惟歸好處在哪裡 好處在 這個 邏輯思惟歸只能夠做線性分割 對不對 然後決策術可以做非線性分割 這件事情大家還記得嗎 對不對 好那 隨機森林比起決策術 那又好在哪裡咧 好在 決策術給定的cut point 是很死的 對不對 而 隨機森林由於存在一些隨機性 所以給定的cut point 稍微自由一點 好這樣可以吧 好那 接著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又比隨機森林好在哪裡呢 好在特徵相依性的問題嘛 對不對 決策術 tree based method 都是一個一個variable選 對不對 那support vector machine 利用 cernal function 是不是 可以把 資料維度擴展成無限多維 然後從而進行這個處理 好現在 所以說 聽起來support vector machine 真的是非常強嘛 對不對 好當然啦 呃 他有 他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太複雜了 大家很難去操控他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來想個另外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角度好了 像support vector machine啊這種 大概就是類似 數學家這種人開發出來的 好不好 那 可是啊 這個 這個時候大家 其實 其實support vector machine 出來的時間比這個 神經網路還要晚 帶有 kernal function的 這個support vector machine 比這個神經網路還要晚 不過我們可以這麼想 就是神經網路 當初是怎麼被設計出來 就是 這個 這些手寫數字啊 大家看一下這些手寫數字 大家一定能夠一眼就認出來說 欸 這是9 這是6 這是9 這是6 對不對 可是啊 我們會想說 這個大腦這麼容易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到底我們怎麼樣 可以讓我們電腦 也可以做出這麼 這樣一件事情 我們可不可以模仿大腦 我們可不可以設計一個 方程式 模仿大腦 然後來做出 跟我們大腦做這件事情 那麼簡單的事情 一模一樣的效果 對不對 可能是可以的喔 那在 了解我們要怎麼模擬大腦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 大腦基本上 他的 基本構造 大腦的基本構造 是 很多個神經元嘛 他的 他單一神經元的這個樣子 就長成像下面這個樣子 透過 收集 其他神經元的電位訊號 然後當這個電位訊號累積 超過一個threshold之後 他就往下傳 然後接著 他就送出 傳給下一個神經元 對不對 這個東西啊 我們要怎麼樣把它表達成數學的樣子 大家先想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神經元的這個 基本的構造喔 對不對 但是 我們要把它寫成數學式 對不對 寫成數學式我們就可以解 因為我們已經學過了 最大概是估計法 梯度下降法 這些有的沒的方法 對不對 所以說 只要寫得出 預測式 再寫得出 損失式 那我們一定可以解得出那個係數 對不對 我們現在有這個自信嘛 當然 其實並沒有那麼好解 好不好 可是 可是在這裡我們面對的case都很簡單 好不好 那個在 博士班的課程 你們會完整的了解到 他到底怎麼解出來的 好不好 好 但是 你基本上知道 我只要把預測式寫出來就可以了 對不對 好 那我預測是要怎麼寫呢 來看一下 這個是1958年 Frank先生發展的這個 感知機模型 這個感知機模型 它其實說穿了 跟邏輯思惟的規非常下 1乘以W0 加上X1乘以W1 加上X2乘以W2 加上XN乘以WN 把它累加起來之後 如果大於0 就輸出1 小於0 就輸出0 只有在這裡不太一樣 對不對 在前面的部分 就是一個現行回歸 對不對 我們來看這裡 W0 加上X1乘以W1 加上X2乘以W2 等於 weight sum 這個weight sum 如果大於0的話 就輸出true 如果小於0 就輸出false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這個感知機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感知機 它其實跟邏輯思惟規非常非常像 像在哪裡咧 就是 其實我邏輯思惟規 就是得到這個weight sum之後 然後給它經過一個 這個 logistic函數 對不對 那logistic函數 那個logistic函數 那個logistic函數 呃 也許大家不會寫啊 事實上就是 logp除以1-p 等於x 那個就是 那個logistic函數 那個logistic函數有很多種表達方法 也可以是 呃 p 等於 1除以 1加上 然後那個自然數的 這個-x四方 那個 有非常多種寫法 好不好 但是都是在描述同件事 所以邏輯思惟規 跟這個感知機 這個感知機是based on 神經元設計出來的嘛 對不對 對不對 跟這個感知機其實完全沒有什麼差別啊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了解吧 沒什麼差別喔 所以說 那這個 人工神經元的極限在哪裡 他其實就跟邏輯思惟規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他是不是同樣沒有辦法做 非先行分割 他只能做先行分割 對不對 可以理解嗎 他limit跟邏輯思惟規一模一樣喔 好 那神奇的事情就出來了 這個 我們的 這個 我們先試一下好不好 這個是已經把它改成 這個 logistic regression 的這個 function 好不好 這是 這個 Persession V2 這是一個邏輯思惟規喔 這其實是一個邏輯思惟規 這其實是一個邏輯思惟規 填入X1 X2 W0 W1 W2 他就可以給我一個機率值 這樣可以吧 這個可以理解這個 function在做什麼嗎 先做線性累加 先做線性累加 累加完之後再帶入這個logistic function 或者是自公系的人會稱它為sigmoid function sigmoid的翻譯是s型函數 這樣可以嗎 s型函數 進來之後就會給我一個機率值 我現在來做一個線性不可分割的情境 好 這個X1跟X2 和Y1的關係 是一個 圓的關係 對不對 這是一個線性不可分割的情境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試著用 這個函數 我們找出 當 W0 W1 W2 等於多少時候 他可以有最好的分辨能力 這樣可以嗎 怎麼做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MLE函數 可以嗎 那個MLE函數最大概是估計法嘛 看一下喔 來 Accuracy Y1 等於給我一個W0 W1 W2 我就可以把 我就可以把 Predict Y 把它求出來對不對 然後接著 我把這個Predict Y 跟我的Y1 做一個 Cross Entropy 這個損失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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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們前面 介紹邏輯思維規的時候 有介紹過啦 就是那個 最大概是估計法 那個機率值 的那個函數 好 我們這樣子把它求完之後 我們得到的Fit1 我們得到的Fit1分別是0.13 0.66 0.-0.02 然後我們把它畫出來好不好 看一下它的準確度多少 呃非常的不準 看得出來吧 幾乎沒有準確度可言 對不對 因為這是一個線性不可分割的情境 假設我們把它換成一個線性可分割的情境 線性可分割的情境 線性可分割的情境非常簡單 我們把平方向去掉 這樣就是一個線性可分割的情境了 這樣就是一個線性可分割的情境了 這個線性可分割嘛 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一路跑下去喔 欸靠 怎麼 怎麼不準 太不給面子了吧 呃 那我們從1開始好了 欸很準這樣可以吧 線性可分割的情境就是這麼的準 啊剛剛為什麼會覺得不準 那個原因是因為 起始值那個問題 之前就有講過嘛 對不對 那個起始值 呃 有時候你函數圖形複雜的時候 那個起始值就會有問題 這樣可以齁 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呃 我們 因為大腦啊 大腦其實並不是由一個神經元就組成了嘛 對不對 他是由多個神經元互相堆疊而成 是吧 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現在 注意我怎麼跳過來的喔 首先 感知機跟邏輯思惟龜很像 對不對 所以我用邏輯思惟龜 去代替感知機 這樣可以吧 接著我把很多個邏輯思惟龜疊在一起 用這種方式疊 H1 是X1跟X2 把它輸入之後丟進一個邏輯思惟龜 它是不是有個output 這個output介於0到1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接著 這邊有個邏輯思惟龜對不對 這個邏輯思惟龜的output 也是介於0到1之間 可以嗎 可以接受齁 那接著我們把這兩個logistic regression的output 再放到最後一個logistic regression 然後它輸出也是0到1對不對 我們試著用這個結構 來做做看好不好 來做做看剛剛那個題目 好 我們來做一下剛剛那個題目喔 好 你看一下 我這個 這個 這個 第二代的這個 這個感知機 它是不是長成邏輯思惟龜的樣子 這樣可以嗎 然後 給定我 W01 W01 W21 02 12 22 Z0 Z1 Z2 我就會經過兩個感知機 這樣可以嗎 X1X2當input 這樣可以嗎 X1X2當input X1X2當input X2 X2 把X1X2當input X1X1 然後把X1 X1 Return出來 這一個 函數就是我的 一個神經網路 這樣可以嗎 這已經最minima版了啦 就只有三個神經元 好嗎 然後接著 給定任何一組 這九個數字 我一定都可以輸出一個機率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我都可以輸出一個機率 我這邊改數字就可以輸出機率嘛 對不對 好那有了這個idea之後 我就用最大概是估計法去解他好不好 我用最大概是估計法去解他看看 好 解完之後 你發現了什麼問題 解完之後你應該會發現一件事情啊 就是這個 呃 我們根本看不懂這一組參數到底是什麼對不對 可是啊 我們來試著做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 再把這個X1跟X2丟進去 然後把這個fit3裡面的這一些參數 把它丟進我們的mineat 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我在做推理喔 可以嗎 我把它 做完一個推理之後 我再predict看看 你看 你驚訝發現什麼事情 剛剛 是沒有 剛剛是只有線性分割能力喔 面對這個 我沒有把圖畫出來 現在我的圖形 現在我的圖形是 這個是需要非線性分割能力的喔 我把三個logistic regression 合在一起 它居然就有了 非線性分割能力 這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你們聽得懂我在做什麼嗎 來 我們回顧一下 如果你看不懂我的示範 如果你看不懂我的示範 你只要記住一點就好了 我們 因為 這個 這個 學者 是從大腦思考來想說 為什麼大腦做這件事情那麼簡單 但是數學師又那麼難寫 所以想要模仿大腦 模仿大腦的時候 第一個我想到的是模仿神經元 因為大腦是很多個神經元組成的 對不對 當你把神經元用數學式表達出來之後 他們發現了 神經元其實長得很像邏輯式回歸 對不對 所以這是沒有用的 可是他們馬上就發現 這個如果 我可以用 多個邏輯式回歸疊在一起 是不是就很像一個大腦組成 有很多個神經元 這樣可以嗎 然後 接著 這個 有很多個邏輯式回歸 組成的這個方程式 居然就產生了非線性預測能力 至於為什麼這麼神奇 我是本來的時候在講吧 好不好 你只要記住有這麼神奇的事 只要模仿大腦 這個 非線性能力就出來了 好不好 那 所以說 這個 因為是模仿大腦的 所以神經電腦科學家 就給了他一個奇怪的名字 就把很多個邏輯式回歸疊在一起 我們就叫他 人工神經網路 其實你已經知道他背後的本質了 他背後的本質就是 很多個邏輯式回歸疊在一起 這樣可以吧 好 那 我跟大家講一下 人工神經網路 這是 1986年版的 這個1986年版的這個人工神經網路 之後有非常多的變形 那我們為了要區分 1986年版的這個人工神經網路 和之後幾個神經網路 我們把1986年這個版本的人工神經網路 叫做多層感知器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有很多感知器 就是那個邏輯式回歸 對不對 他有很多層的感知器 所以就是多層感知器 這樣可以嗎 這樣聽得懂他的名字嗎 好 那我們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練習題好不好 這個練習題 其實給你們玩而已 好不好 就是這邊有一組數據 這個數據你可以換喔 這個數據你可以換成 這個 這裡可以換數據 這裡可以換數據 然後你們可以試著 這個是X1X2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對原始數據做特徵工程 那如果你要對原始數據做特徵工程 你可以給他X1平方 X2平方 X1X2 類似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去加減你的neural network的乘數 你可以給他第一層四個神經元 第二層兩個神經元 然後讓他訓練一下 發現他可以分辨對不對 我們給他複雜一點的 這樣子看他能不能分辨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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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可以喔 對不對 你如果嫌神經元不夠 你可以給他多玩一點 有沒有覺得比剛好 有沒有覺得多加幾個神經元之後 真的非常神奇 這樣可以 這樣知道我希望你們玩什麼嗎 請你們試著 就是用不同的data 然後啊 把這個 由這個簡單到複雜的這個神經網路 然後去試著跑一下他的這個模型 感覺一下 隨著我的神經元變複雜 他能夠做的事情就越來越恐怖 這樣可以吧 甚至不用做特徵工程喔 如果我 我們來做一個示範好了 假設我的神經網路夠多層 好不好 我的input就只有x1跟x2喔 哇 發現他訓練不了嗎 有這麼難嗎 喔 正在努力學 這個軌跡就是他正在努力學 他越來越小 這樣可以嗎 怎麼在偷笑啊 你們是不是覺得很神奇 好 我相信你們一定覺得很神奇 好不好 我們這邊就不繼續了 好不好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個 你現在學這個 你就體驗他的神奇就可以了 這樣好嗎 那個 在 而且我跟你們講喔 你們可以試著把他加到 譬如說50層啊 什麼之類的 我可以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你們會發現 他層數升到一定程度之後 他就不能訓練了 至於為什麼 這是個數學問題 博士辦事後再跟你們講好不好 可是我可以跟你們講喔 2016年有一篇paper 其實就在解決這個 深度神經網路不可訓練的問題 這篇paper 到目前為止 2016年發表 到目前為止 被引用了三萬五千次 那個是近代人工智慧的即時 這樣子 沒有那篇paper 現代人工智慧根本不可能 起來 好不好 這個博士班之後再講 你們就先玩好了 好 那我把螢幕還給你們喔 你們先玩就可以了 我們剛剛那個 同學講的那個 問題喔 就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觀察到 他觀察得非常仔細 就是 他觀察到的是 如果我真的在訓練一個 決然說我訓練一個 很多的這個 我來試一下好了 我告訴你們他在講什麼 喔 還沒投影嗎 好 來 我現在就做一個簡單的任務就好了 這個任務很簡單嘛 對不對 然後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故意給十個神經元 八個 最多八個神經元 OK 好 那我按下RUN 這 剛剛這個同學發現一件事情 為什麼有幾顆神經元就廢了 對不對 你想說的就是這個嘛 對不對 為什麼有幾個神經元就廢了 他完全不訓練呢 好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個 這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要 問得很仔細 這個你要懂後面的數學原理 這個要 但是你可以這麼想像 就是 其實 他老實講 他就是用其中的六個神經元就夠了 七個神經元就夠了 最後一個是用不到的 這樣可以嗎 對於這個任務來講 太簡單了 如果再多給他一層 我再做一次 我再RUN一次 你會發現沒有用到的神經元更少 更多 你看像這個就是完全沒用到 對不對 這個神經元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WAIT 這個就是完全沒用到 這個也幾乎完全沒有用到 前面用到的比例就更小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 我可以這樣跟大家講 就是 這個人工神經網路 這個 確實是有剛剛講這個特性 就是說 有些 我給了他很多神經元很大腦容量 但不見得所有都會用到 這樣可以嗎 這個心得我覺得不錯 這個心得觀察出來我覺得很好 但是以後 學那個博士曼的課程 學數學的時候 你會更懂裡面為什麼這樣 他有沒有其他心得啊 沒有 沒有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好不好 那 大家在做這個 我看大家剛剛都要玩這個 玩這個嘛對不對 這個 這個複雜case 你們 你們 有沒有注意到 有沒有人有玩過 就是有用左邊的變相 跟沒有用左邊變相的差別 有沒有是這件事情 好 沒有的話我直接告訴你們 來 如果 你看我現在是用一個兩層的網路 兩層深的網路 我現在按RUN 你看他學習 你看他學習就好了 怎麼那麼慢啊 好希望他學快一點 好啦我懶得 我懶得這個 我懶得學了 總之大概學到第三百代的時候 我們就停到三百好不好 大概學到第三百代的時候 他大致上有 有一定程度的performance對不對 可以嗎 因為這個任務比較複雜啦 好 我現在啊 我現在故意把這個打開 我全開喔 我們再試一次 一樣看到三百代 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才一百五十五代啊 這個performance就已經非常好了 有注意到嗎 好那我們再把 我們故意把這個 隱藏層關掉一層 剩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用這個 我們再試一次 有沒有覺得效果非常好 好那我們把這個關掉 然後我們多給幾層 我們再試一下 我們等到三百沒有關係 是有一點效果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為什麼 到底我們現在這個實驗有什麼差別 來 他現在做的還不錯了對不對 這個實驗有什麼差別 來 我們現在在X1平方X2平方X1X2 這個是不是相當於我在做特徵工程 我上捷克SVN那邊不是有講到嗎 就是當我線性無法分割的時候 我能夠做的就是先做特徵工程 對不對 support vector machine 他所解決的問題就是 做特徵工程可以做到極致 做到無限多維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其實啊 多層的神經網路 就有 其實他其實就是在做特徵工程 這樣懂意思嗎 你看到了這一層之後 他的神經網路的這個 他的分割邊界就已經是非線性了 在第一層的時候 所有分割邊界絕對都是線性 這樣知道嗎 到了第二層以後 就開始會非線性了喔 到第三層就非線性的更複雜 這樣知道了嗎 所以其實啊 神經網路就是在做特徵工程 這樣可以嗎 他是自動的做特徵工程 所以還是沒有離開那個 要先做特徵工程 才能做非線性運算的那個原理 對不對 只是我把做特徵工程這件事情 放到了這個網路裡面去做 好這樣懂了嗎 所以神經網路是一個all-in-one的模型 他比起邏輯最歸 all-in-one在哪裡 先做特徵工程 再做classification 或是做linear regression predictor 這樣子 好那這樣大概懂了嗎 其實這個玩這個遊戲就是 大家可以再自己玩一下 然後驗證一下我的講法 好我們繼續 好下一步 下一步這個大家先裝好不好 大家先在自己的電腦上 裝上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叫mxnet 全部複製貼上 注意這個套件沒有辦法在這裡 沒有辦法在package這裡裝喔 你一定要用這一串程式碼 全部複製貼上你就能裝了 然後裝完之後 你就可以library他 好那我們先把電腦還給大家好不好 好那我們為什麼要用mxnet這個套件呢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 呃我們之前就是學 我們不用什麼 我們了解原理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用套件來做了嘛 對不對 我們之前上課的內容都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啊 把上一次的手寫數字辨識資料 把它讀進來 好這一節課是lesson21啦 好像把它讀進來 好像把它讀進來 好 這個已經讀進來囉 那讀進來以後我們來試著用 多層感知器 去做這個就是 去做這個手寫數字分類的實驗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喔 好不好 好這個程式碼喔 你會看不懂很正常啊 因為這是mxnet 自己的程式碼 這個 從下面開始齁 你看不懂是非常正常的好不好 我們 我們一定要講喔 好那很久 如果你願意學博士班的課程 那邊會有更完整的介紹 這邊就是背起來就對了 來 mxnet 然後首先 你要先定義 data進來以後 這個data進來以後 變成data這個物件 這樣可以嗎 這一行基本上是不用改的 到了那個博士班的課程 你會知道要怎麼改他啦 但是這一行原則上 以後大家要 產生一個新的神經網路 都是由這一行開始 這一行開始 做完之後 這是一個虛擬的神經網路喔 它還沒有實際上變成一個函數喔 它只是先把它疊起來而已 接著把這個data丟進來 丟到這個forly connected的這個函數裡面 這個函數裡面 就是經過一個 128個神經元的第一層 這樣可以嗎 就是我的第一層 是128個神經元 這樣可以吧 接著 經過一個非線性轉換 這個非線性轉換 我使用的是sigmoid sigmoid就是logistic output 這樣可以吧 一定要做非線性轉換喔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可不可以不做非線性轉換 連續的線性回歸 答案是不行 告訴你們 為什麼不行 因為阿 你做一個線性回歸 是不是相當於是一個矩陣的成法 你可能現在很難想像阿 但事實你回去稍微想一下 做一個線性回歸 你不做logistic regression 你只做線性回歸 相當於是矩陣的成法 那如果你沒有經過logistic 轉換 你再做一次線性回歸 是不是再做一次矩陣的成法 矩陣 A乘與B乘與C乘與D乘與E 那乘五個跟乘一個是一樣的意思阿 為什麼 因為矩陣可以先 這個 矩陣有結合率阿 你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 五層升的神經網路 沒有非線性轉換的狀況 等於一層升的神經網路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需要經過一個非線性轉換 我們用sigmoid 這是logistic的這個 那個轉換方式 接著再經過第二層神經網路 64個神經元 然後變成fc2 fc2再丟進來 再經過sigmoid function 變成 這個 飛行運轉換2 再經過 那個fully connected 然後這個是10 因為我們的output是10 這樣知道嗎 我們的output是10類喔 所以我們現在這裡寫10 然後再經過一個softmax output 這個是一個多分類用的函數 如果按照這個函數長這樣 你就知道 如果我要多加一層 我要怎麼加 我可以這樣加喔 來 s3 對不對 然後這裡是3 這裡是3 2 這裡是 這裡是2 對不對 然後這裡給人3 這裡給人3 然後這個3 丟到這裡來 3 然後3 3 這樣可以吧 然後這個3 再把它丟過來 然後這裡變4 然後這裡變4 然後這個softmax這裡變4 這樣可以嗎 大家知道怎麼改了嗎 這個 非常簡單嘛 就是我想要堆疊多層的神經網路 就這樣改就可以了 好 那做完這件事之後 我們可以用這個函數來進行訓練 注意這個函數怎麼寫喔 首先 把trainX丟進來 這個trainX 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個 training sample 除了第一個label以外 所有的數字 這樣知道嗎 其實就是一個資料表啦 這個trainX就是一個資料表舉證 這樣可以嗎 就是一個資料表舉證喔 然後這個trainY 這就是 2萬多個label嘛 對不對 0到9 我們把它head一下 好 這就是數字幾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函數 先把softmax跟這個的 就是你的神經網路的最後一層 你的神經網路的最後一層 然後X就是你的trainX Y就是你的trainY 後面這些參數啊 基本上 原則上不推薦改啦 好不好 20代這個可以改 你可以訓練久一點 你可以只訓練20代 然後這個CPU 如果你夠有錢 你可以用GPU 但是 真的會很貴喔 好不好 原則你們先用CPU的 我們這一節課的功課通 都可以用CPU解決 這樣可以吧 會跑得比較慢 而且慢很多 等一下 我現在就試一試CPU的給你們看 我先試GPU的給你們看 好不好 好 讓你們感覺一下錢的味道 這樣子 好 這張卡先跟大家拒透 這張卡 這張顯示卡價值30萬 台幣 好 我們來試一下啊 好 好 後面這些東西我們就開始做喔 RUN 好 你看著喔 我們開始訓練了喔 欸 30萬台幣有這麼不值錢嗎 我沒有感覺到應有的速度 欸 我大概感覺到應有的速度了 這樣可以嗎 大家看到那個應有的速度的感覺了嗎 好 有個問題 它的Loss在上升齁 這其實不是一個好現象 我們把Lending Rate調小 這個Lending Rate啊 就是我們做T度下降法 那個Lending Rate 它其實太大會出事啊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把它調小一點 再做一次好不好 欸還是太大了 再把它調小一點 不然我就用兩層啦 我受不了了 太多層是有可能訓練不好的喔 怎麼還是爆了 等一下等一下 不然我覺得Lending Rate真的就用小一點吧 小一點試試看沒有關係 欸 不是阿 它不動了 怎麼那麼 怎麼那麼不給面子阿 真的是太不給面子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欸 好啦算了 那我用CPU來訓練好了 難不成 難不成 用GPU不能訓練 然後用CPU可以 欸不行阿 這個還是太大 欸 不對阿 用CPU怎麼有那麼快阿 我沒有感覺到 我沒有感覺到30萬的感覺 好算了 之後有非常多機會 讓我們體會一下 CPU跟GPU的差異 這個神經網路可能 講白了還是太小了這樣子 好那我還是試著把它訓練成功好了 我來猜一下 我來做一下 我這個Bench Size 我把它調成 我把它調成50好了 然後我就用GPU訓練 不管 然後我 我調一下參數 這個 這個需要調一下參數的 這個神經網路的訓練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喔 那個 那個 你可能需要調很多組參數 你才可以調到 他可以訓練的樣子 那 那 哎呀好像還是訓練不起來 真是的 好令人難過 為什麼不能訓練阿 我其實 我其實不太能夠理解 呃 太讓我覺得意外了 等一下喔 我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剛剛有訓練成功阿 因為我剛剛以為我Output這個東西 是Loss Loss是損失函數 我原本以為他要越小越好 但實際上這是Accuracy Accuracy要越大越好 所以其實學習率就調0.05就可以了 這個什麼參數應該都不用改 再做一次 這個就是Accuracy他在上升阿 他現在上升到64% 74% 82% 87% 90% 這樣可以嗎 然後最後 上升到95% 他覺得極限了 這個時候 我要怎麼利用這個model 這個model是我做出來的結果 對不對 我要怎麼利用這個model 就是來predict這個函數 有沒有覺得很好用 predict這個函數 然後我們把test 我們只放第一筆跟第二筆 把它拿來做預測 預測完之後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這個probabilityy 這個就代表他很有可能是0 因為他第一個數字是0 對不對 這個意思是他很有可能是1 我們把test的這個 東西把它plot出來 看看是不是真的就是 我們把這裡感 test test1 好不好 來看一下 這是不是就是0 呃... 這個樣子我覺得 txt.y 等一下 點x 好這個 這個看起來就像0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 這個確實看起來像0 我們把這個改成第二個 好不好 這裡這裡也要改test 好看起來確實像1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人工神經網路 要怎麼拿來預測 直接用predict函數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嗎 好那 這個 我們來重複一下 他是怎麼做預測的 就是這個 0.993是怎麼出來的 好不好 首先 我們先把這個 parameter把它叫出來 我現在在拆解這個predict函數的過程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class 這是一個list對不對 這個list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有fc1 bias fc1 weight fc2 bias fc2 weight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我的 我所求的的權重 我神經原的那些權重 對不對 好我要怎麼從 我要怎麼從txt x1 這個 這個東西 把它算成剛剛那個數字 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好首先 input 等於 input等於 matrix test1 nroad等於1 現在這個東西的dimension 是 1乘以748 這樣可以 784這樣可以嗎 接著 我們的weight 我們的weight 這個weight 就是我們第一層求到的那個weight fc1 weight 對不對 這個fc1 weight 它的dimension 是 784 乘以128 所以這兩個矩陣可以相乘 這樣可以嗎 這兩個矩陣相乘 再加上這個矩陣 等於heiden的1 所以我們現在heiden的1 它的dimension 就是 1乘以128 這樣可以嗎 接著 接著做非線性轉換嘛 這個非線性轉換就是logistic的轉換 1除以1加上exp 負的heiden 這樣就是 邏輯式的非線性轉換 這樣可以嗎 轉換完了之後 再 求得 它的第二層的weight 第二層的bias 再把 第一層的sigmoid 乘上第二層的weight 再加上bias 這是矩陣的乘法 這個看得懂嗎 這樣知道多層感知機器怎麼運算的 好不好 好 我們一路這樣子求到最後 softmax這個函數 是exponential output 再除以sum sum of exponential output 這個你只要記住就好了 全部run完之後 看到嗎 0.992 0.006 0.001 0.001 我們來看一下predict函數的結果 我們把它run的出來好了 992 006 001 992 001 可以吧 可以接受 所以你知道了 這個predict函數 它其實多層感知機的過程 其實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嗎 可以理解 好 那我們來 我們來這個 我們先在這裡 我們先給大家做個練習好不好 至少貼到這裡 這樣了解它的運算邏輯 這樣好嗎 那如果電腦不能用了 先看一下別人的好不好 好 如果你想要裝那個mxnet 就是 剛剛有人說就是 mxnet install 對不對 上網google一下 然後 應該是要window 3.6.1嗎 好 阿你可能要改成是哪一行啊 喔這一行 這一行可以拿來直接安裝 那 這一行可以拿來直接安裝 試著做一下好不好 先這個樣子 好大家這個 做完這個 用這個 羅基思維貴output 疊層的這個 多層感知機之後 呃 我們剛剛有發現一件事嘛 在這裡 所以 這個sigmoid好像似乎是一個參數 對不對 這個是可以改的喔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來問號改它一下 這個 actor type 這裡有 relu sigmoid soft value 什麼的 這個看不懂什麼嘛 對不對 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阿 其實我們剛剛做的 非進行轉換函數 是sigmoid 一定要做非進行轉換函數 這個大家已經可以了解了嘛 對不對 不做的話相當於 很多個矩陣連程 1.1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 我們要做非進行轉換 非進行轉換函數有很多個 其中最常用的 非進行轉換函數是relu 這個relu啊 就是 小於0的就把它變0 大於0的就保留原來的數字 這樣可以嗎 小於0的變0 大於0的變原來的數字 所以 那要怎麼改呢 它的實際做法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 如果現在有一個x x長成這個樣子 我就把 relu的x就等於x 然後把小於0的通感0 這樣relu的x就長這樣 從這裡 從這裡 到這裡大家可以了解那個是怎麼做的吧 對不對 relu是不是一個很長 非常簡單的這個 非進行轉換函數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我們把剛剛的這個多層感知機的這裡通通都改relu 注意我怎麼改喔 欸我貼錯了 來貼這裡 貼這裡 貼這裡 好基本上 還是一層接一層對不對 一層接一層 然後 我把SIGMOID的通感relu 這樣可以吧 然後接著我們再做一次好不好 我們再做一次 你有沒有發現 你發現了什麼 他是不是上升得非常快 你有沒有發現他幾乎百分之百了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做一下 他的推理好了 他的推理要怎麼做叻 這個你做完的話 就是如果你真的拿來做這個 就是 testing data的預測的話 他的accuracy 可以高達97.1% 這是不是目前 我們學到目前為止 最高的 testing accuracy 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思考一下 我們等一下 我們先來做練習題 做完練習題 我們再來好好 欸 好我們先講一下為什麼relu比sigmoid好 好了 好 這個啊 這一件事情啊 就是有一個 就是 這一件事情跟這個就是 呃 我們剛剛 我們回去玩這個好了 這樣比較 這樣比較有感覺 好 這邊 這邊 Action這裡 是不是有relu 也有sigmoid 可以吧 我們先用sigmoid 試試看 現在我用sigmoid 然後我 我給他疊 四成聲 好讓他run 四成聲訓練不了啊 那我不要啦 我兩成聲就好了 我讓他訓練 你有沒有發現他訓練得非常慢 甚至非常困難 很難訓練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非常難訓練對不對 好我們把他關掉 我們把sigmoid給relu 欸 還是很難 還是很難訓練 等一下我們把他換一個 換一個情境好了 這個情境沒有什麼做不出來的道理吧 可以接受嗎 這個 這個 這個情境沒有什麼做不出來的道理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們故意 我們設計一個很多層的 好六層 六層然後我們用sigmoid 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這個情境一定是訓練得出來的吧 試一下 你發現了什麼 訓練不了 為什麼訓練不了 等一下我們再講 我們把relu 把他趕relu看一下 欸靠還是訓練不了欸 看起來 他們兩個沒有差那麼多 我們再試一下 三層的 可以訓練好 那sigmoid是不是就不能了 好完全動不了 這樣可以嗎 好我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 在深度學習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因為你們現在還不是很清楚 他裡面實際上怎麼去求解的 這樣知道嗎 但我們在博士班的第二課會講 有個問題叫做 T度消失問題 這樣子 那你們現在不懂什麼叫T度 你們唯一聽到T度 只有T度下降法那個嘛對不對 跟那有關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啊 就現代的神經網路幾乎都不用 都用relu這個飛行轉換函數了 雖然原始的飛行轉換函數是 邏輯思惟歸 把他疊起來對不對 但是現在 因為 神經網路的眼鏡 現在都用relu了這樣子 好 我們的練習題啊 我們現在請大家做練習題 就是啊 我們剛剛sigmoid 是不是我們用 下面的這一串預測 我們就把 我們就把這個model給做出來了 對不對 我們就把這個做出來 現在我請你把sigmoid給relu 然後試著做出一模一樣的預測 好不好可以嗎 試著做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改啊 改的關鍵只有這裡 剛剛是做sigmoid做 這個 呃 做這個 就是飛行轉換嘛 現在我們要把這裡改relu 怎麼改勒 來relu relu之一 等於 我們可以先把這個heiden把它放進來 然後這個relu 他如果relu小於0的話 我就把它改成0 然後接著我把這個relu把它丟到這裡來 這樣子我就改完啦 這樣懂的意思嗎 heiden進來之後 我把小於0的捨去嘛對不對 我產生一個新的物件叫relu1 relu1小於0的變成0 接著relu1就可以乘下來了 接著把這裡改成relu2 好 22 然後接著relu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個輸出的比較 看到了嗎 110000 110000這樣可以吧 好 就是這麼的簡單啊 這一題其實非常 就根本就是 如果你了解relu是什麼的話 你就 這題其實就是送分這樣子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繼續 我們今天課課要結束了 這個 再撐一下 不會有練習題了啦 所以撐一下看表演了好不好 或者看複製貼上 好 那我們現在來 你發現了一件什麼事情 神經網路有能力 逼近任何複雜函數對不對 它會不會有缺點 當然會有啊 這跟那個我們那個 support fixed machine 那個時候一樣嘛對不對 我可以 微度擴增到無限微 那 那我不是 那我就乾脆一個點一個 我就乾脆一個點一個 一個分割線就好啦對不對 所以說啊 過度擬核 一樣會出現在 這個神經網路上 這樣可以嗎 就來說現在有一堆 黑色的點 請你畫一條預測線 你會畫藍線還畫 黑線啊 你當然會畫黑線啊對不對 允許一點點的誤差 但是問題是 我不要每一個都連起來嘛 沒有意義嘛對不對 好 所以這又是一個局部極值的問題 因為抽樣肯定有抽樣誤差 所以我們去fit那個誤差 是沒有意義的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我們現在故意把訓練的樣本變小 就是因為小樣本的話 這樣子的那個 準確度會比較不準嘛對不對 而且訓練會比較快 我們來試一下用小樣本來訓練 好看著喔 看著我怎麼做喔 好我訓練完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欸靠這個太太令人不滿意了 再一次 好 這個是training的accuracy 他很快就到百分之百了對不對 然後他testing的accuracy呢 一直維持在百分之八的八左右 那這個看起來還可以啦 還不算太太不能令人滿意對不對 好 那但是阿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當訓練的performance到百分之百之後 他自然就不會進步了嘛 因為他考古提醒通都會寫的阿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他已經沒有任何學習的動力了 對阿可以齁 好 所以說阿 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加樣本嗎 加樣本沒有意義嘛對不對 就是加不了阿 如果加樣本可以解決的話 那我就加就好了阿 問題就是樣本不夠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 你有沒有想到阿 這個當初決策速到random forest 是怎麼演進的 我們本來有1000個樣本對不對 我是不是可以 從裡面隨機抽700個樣本 訓練第一支神經網路 再隨機抽700個樣本 訓練第二支神經網路 再隨機抽700個樣本 訓練第三支神經網路 然後我把 假設我就做10個網路好了 我就把這10個網路 把它一起做 一起做預測 分別做預測 把他們結果平均 這樣performance會不會有可能會上升 按照之前決策速和random forest的經驗 是有機會上升的喔 好不好我們來做實驗 這個就是復回圈 訓練10個model好不好 然後10個predictable list 我們把它做完 剛剛最好的performance是88% 對不對 可以嗎 好我們來做一下 好這10個沒什麼好做的 因為這10個都是 這10個通 這10個就是他 分別就是看training的 然後我們把10個的predictable 把它全部累加起來這樣子 好他其實10個也是分別訓練到100%的考古題嘛 對不對 好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的accuracy達到了90% 是比剛剛更高了 好所以這是一個方法喔 就是random forest的那一套 從決策速變成random forest的那一套 其實是可以 其實是可以用這個 就是 其實是可以這個 其實是可以就是用來套在我們的神經網路喔 只是蠻智障的 因為這樣我們就要訓練10個神經網路 而且你們現在訓練一個神經網路 還算快 之後你訓練一個神經網路 要兩個禮拜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這樣做是蠻智障的一件事情好不好 所以我們再來想個辦法 來提升這個performance 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方法 他walk的原因是什麼 有隨機性對不對 有隨機性所以他walk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怎麼樣在我們的網路裡面 增加隨機性呢 在我們介紹隨機性之前 還有一個常用的方法 叫設置懲罰參數 這個懲罰參數在這裡 這個懲罰參數可以讓他不會那麼容易過擬合 好不好 但是啊 這個懲罰參數 詳細的意義 這個我們 就是 博士班在分解好不好 這個 這個比較複雜 那個因為人家懂數學啦 這樣子 好我們設置懲罰參數的話 你會發現 欸他的performance 有超過88%喔 而且會變動喔 這樣可以嗎 欸是不是比剛剛好像 是不是比剛剛好很多了 剛剛畢竟 畢竟剛剛這個 呃 剛剛那個 就是 訓練 一個網路的時候 他是不是到了88%就停了對不對 那訓練10個又很浪費時間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折衷的方法對不對 設置懲罰參數 我只是調個參數 就可以把performance提升 這個非常方便嘛對不對 好 最後再來 好 再介紹第二種方法 叫提前停止 這個提前停止的函數有點複雜 簡單來講 就是如果連續超過兩代 就不 就是他的 他的這個performance就 不再上升了 那我們就停了 就不要讓他訓練了 為什麼咧 因為你如果仔細注意這張圖的話 他其實是有個peak的 對不對 之後只會下降 這樣懂嗎 所以提前停止 我們可以用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直接就用他就好了 不用寫 好不好 直接就複製貼上就好了 然後 把你的training sample 分成800 200 training validation 用validation 用validation來提前停止他 然後提前停止了之後 再拿來看testing set 是否有變準 為什麼不能直接用testing set 來看有沒有變準 很神奇喔 你用800個樣本來做的話 這個我們要做實驗 好 結論是沒有變準 他在第12代的時候就停下了 不過這個 這個很有可能是因為我們太快的這個 就太快 真的太快停止了 並他在第12代就停止了 對不對 這個你要設置幾代 你的torrent是多少 這個你可以再改一下這個函數 幾代的部分在這裡 2跟1的話 你如果改成5跟5跟3 這樣就可以比較多代一點 這樣可以吧 好 好 那是因為提前停止的條件設不好 所以他的這個performance下降了 好不好 好這只是 我這邊只是多給大家一些hint 不見得說這些方法就真的就walk 或不walk 這樣子 好我們最後再來介紹一種最新的方法 可以介紹 增加隨機性的 叫dropout 這個dropout 是2012年 由這個 Jeffrey Hinton Jeffrey Hinton 是誰勒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Jeffrey Hinton 他是人工智慧之父 為什麼他的人工智慧之父 因為你看2012年這個paper 這個paper 至今被引用大概5萬次了 然後我跟你們講 1982年那篇paper 那篇法在natural上的paper 也是Jeffrey Hinton做的 好不好 所以他是人工智慧之父 大家記住這個名字 這個人很厲害 上博士班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天到晚都在看他 你會發現人工智慧領域 有名的名字 就那幾個 好這樣 那dropout要怎麼加來 dropout的想法 這個樣子 最開始的神經網路 長這樣 對不對 這個神經網路 這個 是不是相當於是 這個每個神經人 就是一個同學 這每個同學 一起寫一份考卷 一起寫一份考卷 這個是不是 久了以後 全班就那幾個同學會寫 這樣懂意思嗎 那 Jeffrey Hinton 他做什麼動作 他每次 給同學考試的時候 就隨機的抽走一半的同學 誰都有可能被抽到 所以 會做的同學 就不能夠只有那幾個 對不對 一定大家都要會做 不然的話 會做的那幾個被抽走 我們不就全班都不會做了嗎 對不對 這個邏輯懂吧 那這個dropout這麼好用 我要怎麼樣用呢 在這裡就可以了 在fc1之後 給他一個dropout 給他一個dropout layer 所以我們就是 data fc1 x1 dropout fc2 x1 drop2 fc3 sofmax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了解 我在做什麼嗎 我們來試著 把他的網路把它改掉 注意喔 我們這次 什麼地方都沒有改 我們改的是網路的架構喔 這樣可以嗎 我們來試一下喔 你有沒有注意到 最大差別在什麼 在training的accuracy 對不對 因為有dropout 所以隨機的 會有一半的同學 隨機被抽走 所以說他的training accuracy 就很難達到百分之百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他testing accuracy呢 自然就會波動了嘛 對不對 因為持續有在學 持續有讓不同的 神經員在學 相當於讓不同的同學在學 這樣懂意思吧 好這個就是dropout 這個dropout 這個dropout 這個 雖然可能不會有太大的提升 但是訓練 人在進行 所以持續有進步空間 這樣可以吧 dropout 是一個 我 是一個 不能說很偉大的發明 但 是重要的 是一個小工具這樣子 好 所以啊 overfitting大概就介紹到這裡 所以 我們啊 回家的作業是什麼 就是 因為這個東西實在太多了 所以你要回家自己試 就是 我們剛剛都是用小樣本 來demo 這個 過度擬合的這個 預防方法的效果 對不對 回家請你試著用大樣本 好不好 然後啊 你可以把很多種不同的 dropout的方法把它合在一起 你可以同時用喔 好不好 那我們就看看 最後 誰可以做出最高的測試級準確度 好不好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小實驗 就回家作業的時候做 這樣可以吧 那怎麼切割training跟testing 用這個方法 好 就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 今天做一個總結 好 今天的總結是 這個 其實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神經網路的幾個 重要的 重要的這個時刻啊 第一個重要的時刻 1958年 Frank先生 他發展出了感知機 然後發展出了感知機之後 這個感知機 不能做非線性運算 對不對 不能做非線性運算 大家可以接受吧 所以啊 他在1958年到1982年中間啊 其實有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是層級的 這個多層感知機 就是一個零到一層升的神經網路 對不對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在1982年的時候 看到了嗎 Jeffrey Hinton Jeffrey Hinton 跟他的 其實他那個時候還很小啦 好不好 1982年的時候 在這個 Nature上面 這本 paper 這本 paper 發在Nature上的喔 沒有字喔 就是Nature喔 好不好 被引用了一萬多次 他又 把不同的邏輯水位龜疊在一起 變成了一個 一到三層升的網路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啊 這個 三層升的網路已經極限了 為什麼 因為有一些數學的問題 剛剛 我們在做那個 網站的那個練習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很深的神經網路是無法訓練的 對不對 有一些數學上的問題 所以啊 這個時候 1982年的網路啊 最多就三層升 這樣可以吧 好 接著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 這段期間其實發生非常多事 包括 Random Forest Support Victim Machine 等等 你們之前學到那些方法的問事 他其實都比三層升的神經網路還要更強 這樣知道嗎 所以在2006年以前 有很長一段時間 神經網路是不被人家重視的 這是一個落伍的方法 但是啊 在2006年的時候 這個又是Hinton Hinton 他發展出了一個 訓練的方法 這個訓練的方法 可以讓這個 模型一層一層分開訓練 但是啊 細節有點複雜 我們在博士班的課會講 因為他可以一層一層訓練 所以他的 他的網路的深度 大概可以達到3到10層深 還沒有很深喔 這樣知道嗎 大家應該知道 大概有個概念 就是越深的網路 理論上越準 好不好 3到10層深 接著 3到10層深還是很不深 而且他這個方法其實非常的笨 如果你真的有去 了解他的方法 其實非常的笨 到2012年的時候 透過Dropout 就是這一篇 又是Hinton Hinton 他發展了一個叫Dropout的方法 在2012年的時候 得到了一個比賽的冠軍 那個比賽啊 是推動近代人工智慧 演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比賽 那個比賽 一樣我們博士班的時候會講 大家只要知道 在這個2012年之後 由於神經網路的深度 可以達到5到20層 並且Performance 在這個時候 就遠遠的勝過了 前面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那個時候 所以在2012年以後 就是人工智慧的時代 只可惜 超過20層深 一樣無能為力 所以說 雖然比傳統演算法好 但離人類還有一段差距 到了2016年的時候 何凱銘 這個人叫何凱銘 何凱銘他發展出了一個數學方法 這個數學方法 你現在看這個圖一定看不懂 我們博士班的課的時候教 他可以訓練出一個超過1000層深的網路 正式突破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你在看Paper的時候 那個網路的深度 100層那是很基本的事情 你只要有GPU就可以用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整個神經網路的進展 其實並不是硬體資源的成長 其實是數學方法的演進 這樣知道嗎 幾個重要的 重要的時刻 分別就是這幾年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你懂這些東西 懂歷史很重要 這樣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有些人 有些人他可能會覺得 某一個時代的Paper 他可能幾乎都在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 就來說 可能2012年以前 幾乎都在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 那個時候Support Vector Machine 就是最好的方法 沒有比他更好的方法 2016年以後的Paper 這段期間比較混沌 好不好 2016年以後的Paper 你看幾乎都是Deep Learning 這樣知道了吧 所以說這些歷史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課就上到這裡了 有沒有什麼想要問的 沒有喔 那我們就下課囉 今天就上到這裡